大家好,我再给大家聊几句关于这个黑字的问题啊 因为自从我创建了这个做文明空间 做网络空间文明参与者这个话题之后啊 有十多个亿的这个阅读量了 效果非常好 我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扬 包括平台也很支持 那自从我呼吁网络受害者要勇敢的拿起乏力武器 来对付那些无言会语谩骂这么一个歪风邪气 之后啊 最近这段时间是大幅度的下降 确实好了很多 那么但是有的黑字啊 这个发什么 哎,理学生不是说要让某某某告我们吗 怎么还不还不告呢 其实他发这样的这个疑问啊 是他内心空虚害怕的一种表现 别着急 这叫司法程序 司法程序不像你们随口张嘴就骂人的那么简单 他要正式的取证 要整理材料 整理文案 哎,要到互联网法院去报材料 要审核 这一套下来确实有一点时间 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司法程序正规呢 因为他每进一步啊 都是扎扎实实的 对吧 这些 用恶毒的语言 攻击别人 谩骂别人的人 一定会得到惩罚 但是我也 但是我也建议受害者 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列为司法 这个维权的范围之内 司法维权 司法程序 反击 这些黑子 要选择那些 最恶毒的 最有代表性的 最无法无天的人 作为对象 一般的 能够及时改了的 语气马上缓和了的 认识到自己问题的 即便他嘴上不认识 行动上已经认识到 悄悄改了的 这样的就尽量不要 动用法律 一定要选择那些顽固分子 那些目无法技 横行网络 这样的 所谓网络流氓势 采取法律措施 这个效果非常好 对不对 强迫的道歉 罚的几万块钱 虽然不多 能够警惕他 所以啊 网络空间要向真正的达到文明 必须有法律则支撑 虽然我呼吁 要尽快建立 网络空间110对我 尽快实行适应制 前两年一个政法 系统的一个全国人的代表 通过程序 通过组织程序 所谓的组织程序 就是张人八截 经过机关 有关机关 有关单位的领导 招来的 取得了联系之后啊 我觉得 非常感动 作为一个政法战线上的 全国人的代表 很支持我的行动 支持我的正义行为 表达了这么一个强烈的意愿 我很开心 而且说今年一定要把 这个呼吁 建立网络空间110 网络实名制 实行实名制 写进这个提案里面 他也号召 建议其他的同行 同样的是全国人的代表 这样的朋友 也积极的进入到 这个有关对网络建设的 一些体验 写出这样对网络建设 有意的体验 我觉得这样的力量 是很强大的 是吧 人才代表嘛 还代表我们人民 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非常开心 所以 尽管呼吁 建立 网络空间110 尽管 呼吁 实名制 但毕竟有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之前 谁来维护这个权利 谁来维护这个空间 就是这些受害者本人 你不要指望着其他人 不要指望着有些平台 替你做主 当然这平台是主要的 也不要希望哪些机关替你做主 他们都很忙 都有自己的职责 只有你自己利用法律武器 瞄准一个 要狠狠的打 是吧 但对其他的恶 主观 恶性 不强的 所谓的主观恶性 就是那种 受 蒙蔽 跟风的 这样的 黑子 尽量的 以和为会 是吧 要有格局 要集中精力 反击 那些个别人 这就是对付黑子的一个有效手段 你最近这个渔情监测 完全好多了 好多黑子 收住了自己的脏贼 尽管有些人还比较顽固 但等待他的 一定是好戏 所以网络空间 文明建设 是我们每一个网络 参与者的责任 这个空间越好 越文明 越有利于我们 对权力的表达 对观点的表达 越来越有利于我们对网络空间的热爱 继而让我们这个现实社会 更加 有信心 投入到 建设祖国的这个 视野当中去 我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好这个网络空间 为我们的文明建设做贡献 这样我们中国的发展 确确实实是势不可当的 任何反华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那么网络空间 民族情绪需要团结 需要建设 需要维护 不能允许一部分人 利用所谓的 爱国情绪 利用那些离谱的 爱国情绪 来撕裂民族团结 去给那些反华势力 递刀子 往我们同袍子身上捅刀子 这是不正常的 我们一定要守护住 这份团结的 这份宝贵的团结 我们都是同胞 我们都爱自己的国家 爱国是一种本能 绝对不能成为一种口号 绝对不能成为一种门槛 爱国是没有门槛的 你只要是中国人 你就得爱国 这是一种本能和天生才对 怎么现在就成了一种 所谓的爱国大威呢 这个词是怎么出来的 难道只有你们几个人爱国吗 大家都不爱国吗 爱国大威成为一种标签 是非常不正常的 所以这些黑子们 包括那些假的 爱国大威 都是需要我们全体网民 站出来抵制的对象 但是只要他们真正的 发声 发言 发表观点 有利于我们的团结 声音大一点 未必不可 我们爱国的声音 是需要大声的喊出来 由他们来喊出来 我们不反对 但是你不能利用你 那个身份 来抨击 污蔑 构陷 我们的同胞 不行 我们应该一直对外 一直 紧密的团结起来 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强盛 在国际竞争中 在国际激烈的竞争当中 占据主动地位 这才是我们 每一个中华人的心愿 所以黑子的日子长不了 网络 空间 我坚信 会越来越文明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美好 谢谢大家